接下来我想要再做一件一个很棒的功能 很简单就是他都已经把功能全部写好 你以前可能用left right mode 现在不用了 简单功能操作 而且越来越多这种功能 例如说我想区分为地区 就是周别 所以我先把地区别排序 我想要去算各地区别的加轴 所以我要特别教合并会算 合并会算是这样做 第一件事一定要先做排序 怎么做排序 常用底下排序A到Z 就是相同名称排序在一起 接下来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游标放在你要放资料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一点 资料合并会算 好 假设我今天我要算的参考的位置 来去找一下 我要从地区开始找 销售额加总起来好了 全部 全部 这样卷很慢 拉到最下面 点到它 是否这样按住 点到它 好 回去 新增 然后因为我要最左栏 最左栏 就是只要是大洋洲 全部都把它加在一起 还有顶端 顶端 列 好 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上就算出来说 大洋洲是这个数值 中亚是这个数值 北亚是这个数值 因为真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 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算出 各年 各年 各地区的销售 可以听懂吗 所以真的希望说 你们可以的话 回去试着做做看 真的很棒的一个功能 当然这个合并会算 很久很久 2000几年 那个时候就有了 不止哦 可能 19 我是从 1997年开始使用的 好 就提供给你参考吧 这两个功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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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